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脑科学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 情感交响乐 大脑的情绪指挥中心 2. 决策赌场 大脑的风险与角力计算 3. 敢关加年华 大脑的无感狂欢派对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情感交响乐 大脑的情绪指挥中心 当我们谈论情感交响乐时 我们其实是在探讨大脑如何像一位精妙的指挥家 协调各种情绪的演奏 这个指挥中心主要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 特别是杏仁河和海马体这两位乐团首席 杏仁河就像是情绪的急诊室医生 他对威胁和恐惧反应特别灵感 想象一下你在森林里散步突然看到一条蛇 杏仁河会立刻拉响警报 让你心跳加速 手心冒汗 准备逃跑或战斗 这种反应是我们祖先在野外生存的关键 毕竟犹豫一鸟 可能就会成为猛之猛兽的午餐 而海马体则像是情感的记忆图书馆员 负责将情绪与记忆联系起来 当你闻到某种香水味 突然响起初恋的甜蜜时光 这就是海马体在发挥作用 它帮助我们记住那些重要的情感经历 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 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情境 有趣的是这两位乐团首席 有时候会闹点小矛盾 比如说当你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时 信任何可能会过度活跃 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 而海马体则试图提醒你 之前的演讲经验其实都很顺利 这种内心的情感拉锯战 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 但别担心大脑还有一位总指挥 前额叶皮层 他负责调节和控制情绪反应 帮助我们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 前额叶皮层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 能够协调各种情绪的演奏 让我们的情感交响乐更加和谐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大脑 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情感交响乐演出 记住无论是激昂的快版还是舒缓的慢版 都是这场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为这位无形的指挥家鼓掌 感谢他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决策赌场 大脑的风险与奖励计算 当我们谈论决策赌场时 我们其实是在探讨大脑 如何在风险与奖励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 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赌局 而我们的大脑则是那位坐在堵桌前的老店赌徒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大脑的两位主要玩家 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Sufu-Ger Nucleus Comments 前额叶皮质是那位冷静理智的玩家 负责计算风险 分析数据 并做出理性的决策 而福格和则是那位热情洋溢的玩家 专注于及时的快感和奖励 总是希望能够快速赢得大奖 当我们面临一个决策时 这两位玩家会开始一场激烈的辩论 比如说 你在超市看到一盒巧克力蛋糕 前额叶皮质会告诉你 这个蛋糕热量很高 对你的健康不利 而福格和则会诱惑你 吃了这个蛋糕 你会感到非常快乐 这时候 你的大脑就像是在堵桌前挣扎 到底是要听从理智的建议 还是追求及时的快感 有趣的是研究显示 当我们念临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时 福格和的活动会显著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做出 看似不理智的决策 这种现象在赌博投资 甚至是恋爱中都能看到 你可能会想起某次在赌场里 明明知道几率不高 却还是忍不住下注 因为那一刻的刺激和期待 实在是太诱人了 再来谈谈多巴胺 多巴胺之为何观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地质 负责传递快感和奖励的讯号 当我们预期到某种奖励时 多巴胺的分力会增加 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这就像是核观在发牌时 给了你一张好牌 你会感到兴奋和期待 然而如果结果不如预期 多巴胺的水平会下降 你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有一个有趣的实验是关于猴子的 科学家训练猴子按下按钮 来获得果汁奖励 并测量他们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 结果发现 当猴子预期到果汁奖励时 多巴胺水平会显著上升 但如果果汁没有出现 多巴胺水平会急剧下降 这就像是你在赌场里 明明觉得自己要赢了 结果却输得一塌糊涂 那种失望的感觉 总结来说 我们的大脑在做决策时 就像是在一个赌场里 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赌局 前额叶皮质和福哥和这两位玩家 不断争论 而多巴胺这位核官 则在一旁操控住我们的情绪和行为 理解这些机制 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决策 还能在面对风险和奖励时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所以 下次当你在面对一个艰难的决策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在一个赌场里 听听那两位玩家的辩论 然后再做出你的选择 毕竟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赌局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感官嘉年华 大脑的五感狂欢派对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 感官嘉年华 大脑的五感狂欢派对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大脑如何在五感的狂欢派对中 扮演那位不知疲倦的DJ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和乐趣 首先让我们从视觉开始 视觉就像派对上的灯光秀 五彩缤纷的灯光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生动有趣 大脑的视觉皮层 就像一位记忆高超的灯光师 能够迅速处理来自眼睛的讯息 让我们看到形状、颜色和运动 你知道吗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到处看的 眼睛接收到的影像是倒立的 但大脑会自动把它翻转过来 这就像是派对上的魔术表演 让我们不知不觉中被疑惑 接下来是听觉 这可是派对上的音乐和节奏 耳朵接收到声波后 内耳的毛细胞会将这些声波 转换成电信号 传送到大脑的听觉皮层 大脑就像一位顶尖的DJ 能够分辨出不同的音调、节奏和音色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音乐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跳舞 这是因为大脑中的奖励系统会释放多巴胺 让你感到愉悦和兴奋 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嗅觉和味觉则是派对上的美食和香气 当你闻到烤肉的香味 或者品尝到巧克力的甜美 大脑的嗅觉和味觉皮层会立即启动 让你感受到那份美好 嗅觉和味觉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感冒鼻塞时 食物的味道会变得平淡无味 大脑在这里就像一位美食评论家 能够精确地分辨出不同的味道和香气 让我们的味蕾和嗅觉享受一场盛宴 最后是触觉 这可是派对上的互动游戏 触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温度、压力和疼痛 这些讯息会通过神经传递到大脑的体感皮层 大脑就像一位游戏设计师 能够根据不同的触觉讯息 设计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比如当你摸到一个冰冷的物体时 大脑会立即告诉你 哇 这好冷 让你迅速做出反应 总结来说 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位全能的派对策划师 能够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这五大感官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乐趣 所以下次当你参加派对时 不妨想一想你的大脑正在背后默默地操控住这一切 让你尽情享受这场感官嘉年华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对大脑的无感狂欢拍对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多多体验这些奇妙的感官之旅 谢谢大家 结束于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大脑在情绪、决策和感官方面的神奇机制 外脑就像一个充满了奇妙乐趣的舞台 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惊喜和挑战 情感交响乐、决策赌场和感官嘉年华 每一个主题都展示了大脑的不可思议之处 在情感交响乐中 我们看到杏仁和和海马体如何共同演奏出丰富多彩的情绪 而前额叶皮球则像是一位冷静的指挥家 协调住这一场情感交响乐 在决策独唱中 我们发现前额叶皮质和浮歌盒的微妙平衡 以及多巴胺的作用 决定了我们的风险与奖励之间的选择 在感官嘉年华中 我们看到大脑如何精准地处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讯息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和乐趣 那些探索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方式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情感体验、决策过程和感官刺激 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位无形的指挥家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挑战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也为我们掌握自己的情绪 做出明智的决策和享受感官体验 提供我们一个有力的指南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主题的观点和想法 你在面对风险和奖励时如何做出决策 你最喜欢的感官是什么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和互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一起探索大脑的神奇世界 让生活充满色彩和乐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丢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 点赞